- 歡迎來到我們報告帕好戲 我們這一part要來聊CAPCOMCUP 2019 - 這個在SUNIFY進行完的年度總決賽呢 - 終於結束了 - 這個先來從頭聊起來 - 當然這個 - 要恭喜來自美國這位非常年輕的玩家 - 愛動拿下冠軍 - 要恭喜愛動 - 真是很棒的 - 我覺得這種機遇就很奇妙 你知道愛動跟Punk其實都是東岸的玩家 - 他們都東岸的 - 愛動已經連續兩年 - 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北美決賽 - Grand Final - 輸給Punk兩次 - 他其實第二季第三季都有機會進決賽 - 就是那個地區決賽不是冠軍可以進嗎 - 他兩年在Grand Final輸給Punk - 然後他在東岸的一些小比賽 - 就是很像我們那種週四聚會的比賽 - 都輸 - 都輸 - 都輸了一整年 - 他就贏了一次 - 就贏哪一次 - 他把他贏決賽 - 絕對以後有點真真超屌的 - 中不兇 - 可是我覺得 - 你覺得角色的機有差嗎 - 還是說人的 - 但事後半個TREATER有講 - 沒有 我真的 - 這個也要講什麼 - 這個剛好我們腳本上 - 他講什麼 - 他講什麼 - 我跟你講 - 我跟你講 - 大家都知道只有狠一點 - 幾乎沒有 - 是只有P2有嗎 - 還是怎樣 - 因為我們有看到比賽說MOMOCHI有特別去 - 甲晴骨也說沒有 - 說MOMOCHI有 - 甲晴骨輸給樂狗說也是在RP - 他也說沒有 - MOMOCHI有說有 - MOMOCHI其實沒說 - MOMOCHI根本沒說 - 是有人說MOMOCHI有說 - 他媽 - 推特上有人說MOMOCHI有說 - 他媽MOMOCHI有說 - 他媽MOMOCHI我根本沒看到他有說 - 他媽MOMOCHI有說 - 他媽MOMOCHI有說 - 有說的時候 - 他有說的時候分路秒而已 - 他上場的時候比賽有暫體 - 他MOMOCHI有指著螢幕 - 可能不知道說什麼 - 跟官方 - だ - 因為那一段時間MOMOCHI比賽 deadline - 因為我跟你講這螢幕問題是什麼好了 - 大概他不是用照夜了 - 這道沒差 - 因為他在舞台上以外台下其實有 - 他在舞台上打很久 - 確實有差一點點 就很一點 - 他其實我最主要的問題 - 他那裡不是24寸的 - 更大嗎還是更小 - 更小 - 那很有問題好不好 - 因為像講好了我們都用那個大小的點打太多年了 - 變小以後 就很像我們現在不是常常在家打 用二四度螢幕打嗎 打一打 你有時候忽然去電動間 會不會覺得螢幕好像打得太習慣 你知道嗎 沒有 一定是這樣的 就跟手游 你玩平板跟手機一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的問題是 只有螢幕大小的問題而已 然後 而且我覺得Punk 你知道Punk其實 Punk在勝部 還在敗部嗎 Punk一開始還沒開卡鈴喔 他開個CAMI出來 還先2比0喔 然後這不是被翻盤嗎 因為Punk在被翻了以後的中間 完全都沒有回旋角畫面 也沒停 他一口氣要把它打完 你那時候看Punk的表現實在 我真的覺得他臭 什麼 他就是緊張了最後 是緊張嗎 是嗎 真的緊張 真的緊張 沒有 他後面有些連段掉一堆 但他是說 他覺得有lag所以掉連段 可是我這樣講好了啦 今天如果有一點點lag 然後你連段掉一次以後 你一定有辦法修正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那個timing 可是他一直掉的原因就是 我這樣講好了 假設有lag好了 他掉一次連段以後 他的心就崩盤 對啊 你知道他後面 掉多多嗎 但你真的可以停下來的 我覺得真的有問題可以反應 就像Angry Bird 他就反應了 你可以停下來 他都不停 他就連回到行腳畫面 MV哥直接反應 而且我們看 我看Angry Bird打的內容 確實很誇張 就是怎麼會犯這種錯誤 就是不可能 Angry Bird有 Angry Bird有反應啊 不是嗎 不是他就是連段什麼 失誤的什麼 確反失敗太誇張了 就是 後來他那場一打完 馬上就喊暫停 不過那是因為他說 是主機過熱吧 反正之類的 就是沒有辦法順暢的 這集遊戲 然後 然後最後胖 胖什麼 胖我不知道怎麼講 其實 我跟賢那時候在台下 真的覺得 有點覺得替胖傷心 蛤 為什麼 因為胖真的 我想他的實力 這幾年 他實際這幾年來說 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對啊都頂尖的 但是他就是沒有贏過一個大比賽 不知道 EBO或者是 而且都是差一步 都是只差那一步 然後 他就是輸 還輸給一個他不會輸的人 你知道 你知道那時候Idle不是好像 敗部絕對是打誰 打Finner吧 打Finner吧 然後Finner第三把 第四是Marco吧 對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胖一定是在幫Marco 不是 幫Idle加油 他一定最想要Idle上來 就是你懂嗎 三個人有一個是 你每次都贏的 你會想讓他上來 對 他一定讓他上來 結果上來以後他輸掉 可是我覺得 你剛剛講那個什麼緊張 你覺得是緊張嗎 可是他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心態炸裂 心態炸裂跟緊張是一樣意思 他就choke 他就整個心態炸裂啊 就心態炸裂啊 就心態炸裂啊 他被打到已經是 不知道怎麼防守了 主要是這個吧 然後Idle是 跟他平常打的沒兩壓 他Idle永遠都是那個樣子 永遠都是那個樣子 他表現其實就是很平 背後比贏也是一樣 好 那當然除了剛剛大家提到這個 螢幕疑似有lag的狀況 還有這個 今年跟往年差距最大的 就是LCQ 居然在 當週才被告知說 完全沒有直播 沒有當週 前一天 是前一天 是前一天才知道的 我還想講 是當週的話 你自己的FBI post嗎 LCQ我全程中文轉播 也是齁 是的 你還喝酒 對 你還喝酒 訴苦 對齁 我好像有講這件事情 沒有那做效果 然後 LLCQ沒有直播這件事情 當然 最後是靠著在場的很多 其他的 美國社群玩家 包含這個 我記得他有誰 其實我後來 其實我後來大概知道 為什麼沒辦法直播 他決賽是 反正他那個 那個Building 我們決賽是在那個Building的戲院 就是我們打的那個舞台上面 是拿來做表演的 然後他LLCQ就是在那個Building的 Ceat的樓上 那其實是一個Bar 他其實他就是有很多 很像有一些包廂 有一些空間 它是一個Bar 就那個地方 真的要做直播 就是這樣 生不出一個 這樣講好了 如果你可能會想說 直播就弄個螢幕 加一點料不就可以直播嗎 我跟他那裡吵到爆是吧 就真的做不了一個可以直播的環境 對不對 那我怎麼看不懂 今年會選在那個位置 我哪來在 對啊 因為選場地的問題吧 不過 那個場地 LLCQ沒辦法直播 這件事 我會覺得很不好 可是 他今天在LA 因為他今天是在LA的Downtown 那比賽的地方我覺得很好 他父親有夠熱鬧了 這什麼邏輯啊 應該是生活 這個 你真的太要去美國 你知道我們常去美國一些 就是要比賽 我知道啦 對你那個 旁邊什麼狗屁都沒有 只有一堆草而已好不好 對你不有 我說可是對於比賽 整個 旁邊只有草而已 只有草 只有草就很可憐 沒有啦 好那當然還有這個就是 進度到這個 第一天跟第二天決賽 大家有看到那個很特別 就是我們在 你在做的那個台子前面 會有那個螢幕顯示 你的八強 進八強的機率跟那個勝率嘛 對不對 還要寫一些勝率啦 對對對 然後你會秀你的照片 還有背後也會秀你 那照片名字都錯了好不好 只有我的沒錯 我來看一下圖片 有人整理出來齁 就是第一天真的錯不少啦 這個熱狗下面是寫什麼 不是啦 那Machapo啦 什麼熱狗 我就用 我說2P 2P是 一個日本國旗 一個美國國旗 你看國旗好不好 你是不是瞧不起香港 好啦這個是放錯的部分 然後代狗 代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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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出這麼 翻這個第一期的錯誤啊 沒有那表示 導播不是格鬥圈子的人 對 很明顯 不然將一拿冠軍 那個誰贏了 Infectious贏了 我記得那個 就是覺得有一個 我覺得最扯的是 那個時候 Smart打John Takakuchi 兩個照片 國旗都沒錯 名字放反 就是Smart是放John Takakuchi 然後John Takakuchi 然後我想說 Takakuchi這不是 就算是美國人 一念 Takakuchi就是 日本人 John 不管 Takakuchi就是日本人 他媽怎麼把他放黑人那邊 這太怪了吧 一個叫Smart 一個叫Takakuchi 是可以放反 因為剛剛有時候 黑人就不留日文名字啊 奇怪 黑人不留日文名字啊 你這不行 你這有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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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把是叫Takakuchi啊 他媽媽是黑人啊 他媽媽是黑人啊 生一個這麼黑的 怎麼可能 你明天弄黑人 生出來就叫Takakuchi 他們其實 他這個團隊跟北美決賽 是同一個團隊 北美決賽的時候 就有那個 不是是 AirChuckle 的照片放錯 然後放PubberX的 然後這是好像有PubberX的 還是Punk的 照片放錯 有放反 然後這種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就剛剛我說那個 我就不能接受 真的可以 你想一想 有一個歐洲的 叫Takamura 鷹春啊 對吧 對吧 歐洲一個 比利時 叫Takamura 那那可以啊 可是 我這樣講 你就很明顯知道 這個團隊就不認是FGCA了 對啊 那所以我要 他們是不是只能用常理 去判斷對錯 對啊 會發生這種失誤就是 其實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 那一定就是 他們去包的 包含這個可能 現場整理場地 其實應該是 這應該是Cupcom外包給人家 這一定是外包的 這肯定是 對啊 所以為什麼 不會再有下一次 不過也很難講啊 這個就是 有時候你有成本考量問題 有時候你 可能就是找了 最熟悉這個場地 Cupcom他有成本考量問題 你給我騙 你覺得Cupcom很賺嗎 有啦 沒有啊 他有成本考量問題 現在把第一名獎金弄少一點嗎 好啦 這個是 相關的一些 就是 賽斯的這個 一些妹妹 讓大家知道 我們還是 要講一下 IDON最終是幾敗Punk 拿下冠軍的這個字卡 還女色耶 好兇 這個第一個字卡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終的這個獎金分佈 IDON就是 一人獨得 25萬美金 2000美請吃飯了吧 算了 2000美 等一下 不要講了 我怕我朋友會生氣 快點打我 還要扣稅 第一名跟第二名很可憐好不好 差了20美跟鬼一樣 沒有每個比賽 冠軍和亞軍的獎金 都算盛場的 心情會不好 差也差太多 23差還好 我覺得23真的沒什麼 我跟你講Punk真的不缺那個錢 他要那個 他要那個王藥 他要那個太多 Punk真的不缺那個錢 他有錢到爆炸 好這個是獎金的分佈的部分 所以好像事後 也不知道說那個 不是說會把DLC的bonus加上去 也沒有說加多少 應該通常會到30幾萬 OK 好差不多 好這個是第三名的Phenon Phenon這次真的走很遠 然後第四名是Marco Tokito Fudo Phenon 我只能說他有一個東西真的很強 就他也是 什麼比賽他都一個樣 然後他My Game很厲害 其實Phenon 心理戰 他其實很多 我跟你講真的 他很多東西不太知道 可是他就是能贏 野獸的本能 對他野獸的本能 他每次要壓人家猜拳的時候 也要猜超準的 沒有就是你 Phenon玩什麼角色 你被他弄倒 跟別人玩那角色弄倒 壓力差好多 被他弄倒就覺得壓力不好 很奇怪 他跟你玩百家 他好像 袖子裡面有藏一副牌 那種感覺 很厲害 很厲害 你把他袖子裡面會變牌出來 你知道嗎 而且他長得比較厲害好不好 阿B你看米森你一定也懂 就是你會發現他的對手被他弄倒 感覺就比較會怕 很容易 我看到了 Sakoa被摔成 Sakoa很可憐 就是一動就被撞起來 不動就被摔 然後我想說這次不行了 我們日本人不可以再一直想說讓你被摔了 結果還是被打了 然後在Togito Togito先2比0 他的卡0 他一個古代也快輸了 最後兩個指令頭 Togito嚇到 Togito很怕自己變Sakoa第二 然後他就跳火箱 Togito不想再被踩了 從那個燈以後 Togito整個就是抖到一個不行 你知道嗎 對啊 被讓二追三真的很扯 好 那當然這個我們在上禮拜有請大家來猜一下就是 各隊戰的出現選手還有總冠軍 我們先來看一下命中率怎麼樣 我們要統計一個字卡 一定沒人中了 這次比賽結果真的 冠軍怎麼那麼中啊 你們有猜首場是不是 對 我們猜第一輪 對 這是什麼 這是第一輪的結果 這個 Punk 然後第BC第一組就是 我們會猜一個總共有四個組別 然後猜誰 你們這樣 我要替我隊友生氣喔 摩摩奇跟NL是3比2好不好 摩摩奇 沒有啊 3比0輾過去啊 3比2 是嗎 沒有啊 我記得3比0輾過去耶 沒有 我記得3比2 沒有啊 真的輾過去嗎 3比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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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是他輸 他輸敗部還輸3比2 對 NL都敗個輸 他打摩摩奇被打跟狗一樣好不好 摩摩奇 力圍好就算 他這個對策是滿點的 對 我覺得摩摩奇力圍對策滿點 打NL我就覺得 哇好旺喔 那Punk 結果他被破案打成狗耶 真的 他真的被破案打成狗耶 他有打破案內容不好 Coway只有跟我講摩奇有一個很爛的習慣 他說他倒地防守太喜歡厚厚 他就一直按站中腳 我就ㄎㄧㄤ 一直ㄎㄧㄤ 吃好多次喔 不是他那麼大比賽合合 一直讓Coway做動事啊 什麼將軍在站中腳就是這麼強啊 擋住一個家人泡泡 好 這個是 所以最後基本上 有猜到的就是Punk而已 結果後來 不是啊 猜Punk那個誰都會猜嘛 這什麼鬼 好 我們就想拆Punk啊 他們都拆Punk 拆那個沒水準的 有什麼好拆的 好這個是第一輪的結果 好 那所以 進八強的這個預測 最後是 RB拆了Punk跟Momochi 然後 Tommy是拆了Punk跟Momochi 然後 金龍東都拆 跟Momochi 就是他角色就沒辦法打在五代生存了 就沒辦法好好打人 他要給他一個神的制裁了現在 神的制裁 聽說那個發生好快喔 那個看到別人丟破你就前頭直接按 就直接跳進去打 那個中距離按還是正的耶 中距離按還是正的耶 神的制裁 SING 那超猛的 好 然後這次要請這個 RB跟那個 帶著大家一起來 帶我們回應看這個 你看看有人為了不支持我們本國人 我們頭一壓Nemo都是蠟燼 我跟你講我壓他 他真的又要敗應惠戰敗了 我跟妳講 敗Gay啊 這一輪猜八強的部分是 Futo跟Nemo 然後RB基本上全猜對了 然後Tommy跟基隆東是猜對Futo的部分 那猜進八強的人啊 嗯 進八強 對 然後再來下一輪是 Finnan的晉級 全部夠不夠 全部猜錯 然後給我報獎二輪貴 三個人都猜一樣的 三個都二輪 三個都是北七 那個Jung Jung贏 Gay Jung那個 Jung打的真的好 我看Gay Jung內戰真的沒再輸了 對啊 第一次輸耶 就 我知道Gay Jung打內戰打得很好 我跟你講Gay Jung 所有Rashu都怕遇到Gay Jung 他打內戰真不會輸的 對啊 從以前就這樣子 不過那一次就是 不過看內容啊就差一點3比2 真的是差一點 Jung真的打得很好 我知道 不是亂打的內容很棒 嚇死我 那你不要說大鳥為什麼會輸 大鳥贏啊 沒有 我說最後面為什麼大鳥沒有輸 沒有進八強 不是 我跟你講 沒有大鳥打超爛 我覺得大鳥贏真的貴 我也覺得他打得怪怪的 其實他贏801對不對 真是撿到 撿錢 我想801打得好到不行 你知道大鳥每次要取消出逢 801每次都點 每次都點 然後這樣還可以輸我真的是 然後遠距離出逢都是火腿 對啊 就是 我跟你講我看801內容真的好到不行 那最後就因為沒辦法 就 就被暖序接棒 他被暖序接棒舞以後不是掉敗部嗎 掉敗部就輸掉 有夠衰 他內容好到不行 就兩敗 我知道801這個內容好到不行 對啊 801覺得那一天狀況很不錯 真的很棒 然後他等於是大鳥又不好 大鳥決賽打得很爛 我知道 為什麼會打那麼爛啊 大鳥本來就是好的時候很好 爛的時候很爛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人 還是滿是狀況的一個情況 好 這個是我們最終的預測結果 還有一個 還有 沒有人 誰猜送同意到的 TOKINO 努力2.0 偷看2.0 努力2.0 有偷看嗎 有他前一天 LCQ Kishipom跟海塔尼在練習 他說他躲在後面 他躲在很遠看 而且他在拿手機這樣 zoom in 你有什麼 我有拍照片我跟你看 我有拍照片 我有拍照片 這樣很北七好不好 而且 而且 他們打的時候他就拍嘛 他們打一打釘中間會有停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躲到柱子後面 笑死我 笑死我 你們要不要先講 有啊我就拍照給大家看啊 笑死我 照片在哪 偷拍2.0 原來 書是作弊來的 你會看到這裡有個柱子 對 他們在打的時候就這樣拍 然後 他一看畫面是 那場一結束了 他就躲到柱子旁邊 你可以在鏡頭看一下 我看躲在柱子旁邊的 這是拍照啊 沒有啊有網路上有人PO更清楚 那時候我在旁邊 我就直接拍 對 你就直接拍起來嘛對不對 而且他的眼神就是 對 Moder Face 他有發現 Moder Face Moder Face 笑死 好那我這邊RB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就Idle Reset跟Punk的比賽 這場比賽其實RB要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用電腦的部分 因為這場其實 今天我還是會希望以Season 5的為主 但是 因為還是要大家回顧一下 我就簡單 大家看一下 簡單讓大家看一下 這我也是這樣 簡單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最後已經 這個已經reset過了 沒有就是我決賽看他打Idle 就是其實基本上 你看這邊其實這樣 胖子不會這樣子一直白目亂出那個 鐵山靠的磨人 他就是確認的 他自己有點急 想要一直把Idle往裡面退 往裡面就是P 其實整個決賽 我看人家打Idle對不對 我覺得他都一個問題 只有兵了好一點 你知道什麼問題嗎 就是LOLA不是熟悉過來擋住 打到就加二百加熱嗎 對啊 真的大家都不拗 大家都不拗啊 他就是硬要去拆 做V能敢拗 做V能敢拗 你知道如果是我 我真的會拗到他不敢為止 不知道 就是拗到他後退為止 沒人要拗 我覺得很怪 我覺得那個氣功也有問題吧 他一直擋不住 他一直讓他似無盡的把沙波 其實卡林那個中距 他那個下中角很好用 他都一直忘記用 他到後面才想起來 他下中角可以踢 所有的不只只有剛剛那個 你剛剛前面的也沒看 前面有一個 他面前機器耶 可以按啊 他沒有 對 我的意思說你按個下中角 就把他踢到 這時候潘可怨已經被reset 他基本上已經 他已經崩一半了 我覺得已經 甚至已經快速更多了 好難看啊這個比賽 就是你從我一開始 我說前面所講的 就是他一直想要用鐵扇 把對手錘鏡腳位 一般你跟潘可怨打 我看到比賽你就知道 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你優勒會啊 我說探個啦 他不會啦 他不會 他都是確認打到 他會直接填舞 他不會用鐵扇鏡腳去撞你血的 他已經被打到沒招 他不會用那個大蛇一直撞你血的 他不會用那個大蛇一直撞你血的 不過Idan其實 力回算不錯我覺得 他很強 他力回真的算不錯 能夠用這隻角色玩到現在 可是Idan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他防守其實很爛 不是 都沒奧 他進攻 不是跟沒奧也沒關係 他就以沒奧的角色 就玩家來講 他防守特別爛 但他的進攻 他進攻非常強 他進攻非常的強 這邊看 放個這邊失誤 死了 沒有啊這邊就是 而且我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場中啊 Idan一格氣的時候 他只要打到你接那個EXBB 雷劍的年段之後 我發現就是 我一直以為就是 Idan可能前置 你看他前置做什麼 或是用什麼打你前筆Skill 你就能知道是前面還後面 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因為我之前遇到的都是 他會做不一樣 所以我看他前面做什麼 我就知道是哪一邊 Idan是做一樣的事 然後完全是沒辦法 就是完全的50 這是為什麼我打得贏Idan 完全5050 因為他打老虛不行 雙向好 不是 打老虛只有按中角可以到後面 所以體型的關係 對我是特殊體型 所以我看他按什麼 就知道哪邊的 那一般角色沒辦法 像卡琳 一般角色是真50 就像卡琳就是正常 這是正常角色 正常體型嘛 對啊 所以我可以幹贏Idan 就是我不怕那招 好賤喔 這個差很多 當然他沒辦法 你如果知道哪一邊哪邊 根本你連凹都不用凹了 頂多被他指令頭一下 被指令頭也 那頂多 躺埋完講就是 指令頭完就是沒了 沒後續了 他今天移動指令頭都會中 用的也很好 實際點不錯 Fujimura最後一次被就摔死了 對 那個也不能看啊 不太難 那不行那要半拆 都在那裡看不了啊 看到了還不急了 還是真的有人可以看得到 沒有我在那個時間點都是先擋 在垂直跳 我有練一個timing是擋軸擊和站中角 然後沒擋就跳起來這樣 然後有辦法可以做兩天的跳 可以啊 可以就對了 可是他沒人做我不知道啊 OK 沒有如果有這個時間點的可以做 有那個服術可以做 我有練先擋 先擋再跳 打一些角色都會用到這個東西 打Alice也要用啊 Alice的泡阿幹以後也要先擋再跳啊 泡阿幹 泡阿幹 我用看 你可以用看的啦 我反應慢啦 哥講解啊哥 對啊你在發大 你是叫你講解不在家 你看比賽啊 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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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聲音 是我沒有開嗎 有嗎 有嗎 哥講解啊 不叫你看比賽啊 哪裡 你在看過啦哥 有嗎 沒關係啦 聲音開滿喔 我是一個第一名打26名 我們看一下 可是我覺得 泡克已經急了 開始已經 他那個重手基本上 他都是等別人出他才按的 結果他自己先按一個重手 我也覺得很詭異 對 泡克通常都只等招了 對他不會先按的 他就是等你按 他頂多按慢按不到 他不會自己先按 去讓人家反插盒的 所以就覺得這邊已經 很明顯就是各種市場盒 真的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他也對那個 這種應該lag沒關人懂嗎 他就爆殺了 那已經清在炸裂了 但我覺得會讓他按 他那個清腳也是 愛動也是 那個站清腳 讓卡琳他沒有辦法 沒有什麼招可以對應那些事情 因為 就是對後縮 然後而且講到後縮 所以我發現其實C森5很多角色 沒有話說 很多都被拔掉了 其實還是有一點 真的假的 我試過了都還是有一點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離譜 趕自己你看 這超白癡的 他在這邊動了 這邊 就已經有一點 視訊那個判斷 人際的判斷能力了 那時候按摔一次 應該是最穩 不是 你們知道現場 愛動贏的時候 多嗨嗎 沒收到贏欸 嗨到爆炸 這邊猜到了 這邊猜到了 然後這邊一個 國民連段直接在收 剛剛Punk閃那個指釘導致厚厚 這個厚厚導致 是Punk後面的爆炸 你們等一下自己看 你說一直吃鏘是不是 一直吃三重圈 因為他前面做太多字 我覺得這邊超奇怪的 這邊 怎麼會後摔 這邊怎麼 你前走 你出了一個 就是反方向的摔 假設你在角落 你前走 把它後摔 很合理 然後這個很奇怪 他在角落完 然後突然他碰你前走 把它後摔出去 真的我覺得很奇怪 就 你想不到任何理由 後摔的理由 就也不是說 因為要暈子把它摔暈 就也是有差的 有沒有 Punk開始了 先吃一次Counter了 沒錯 這邊反應不錯 擋住了 有一點 對 你看 這邊是 你玩之後連段就噴掉了 這個平常也是 不會看到他做這種失誤的 是 亂動 想按或想按 Iden的延遲取消用蠻好 他延遲軸機 延遲放電都做得很好 延遲移叉放電 延遲軸機 有時候你亂動忽然中了 對啊 你以為連綁了就中了 對啊 我開始ㄎㄧㄤ了 而且現在 新版本LOLA下中角可以延遲更多了 那是嗎 為什麼 多三幅取消時間 讓你可以確認 下中角 哇 這以前就不用確認 那-2有什麼好確認的 是 你扶我 這能確認當然會更好 畢竟扶二你還是進入一個 逆二折的情況 平 喔 這年 OK 閃過了 真的是想不到 第一個是想不到Iden可以打到總冠軍賽 其實剛剛那邊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邊 他做了一個-2 粗B版好像 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有更好的 這邊可能會覺得會有更好的選擇 他想要推角落一下 你可以摔或者是虛米 我覺得沒想到Iden嗎 那 Ruby你知道Iden算是26名嗎 你知道他參加幾個比賽嗎 超少 他只要有參加的比賽 全都八強好不好 超超 他不出國啊 EVO也八強 有小巷少嗎 有小巷少嗎 小巷參加很多 小巷全都參加了 喔 那因為Iden他不出國啊 他不出國嗎 他只打 Iden嗎 Iden不出國的 他連美國都沒權去打 然後就進決賽 然後就拿冠軍 Iden是哪來在唸書嘛 我不知道 看起來應該像學生 對啊 因為他沒贊助 現在有了啦 現在拿冠軍一定有贊助 一定會有 這邊後甩非常合理喔 對耶 所以他拿冠軍也是完全沒贊助的喔 沒有 他今年美國有些比賽是社群贊助他去了 不然他也不去 喔 踢了 太晚啦 已經被2比0才想到就是這個 已經對一起了 已經 已經被打得跟白痴一樣 來不及了 他的臉上透露出不安 嗯 他剛剛應該是 斜眼看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這次有去 真的假的 他女朋友巴西翼的 超漂亮 就跟LOLA一樣漂亮 你說誰的女朋友 胖的女朋友 白白的巴西人 好 這邊確認到了 黃角落袋 這邊 給摔 好啊 我講的啊 他防守真不是很好的 其實沒辦法 但是這個狀況至少在今年 比較不會橫到 可是剛剛那個距離我覺得沒很貼 還不到解摔的點 對 他走到全角攻擊的點可以 對 這邊換Poison了 Poison在前面 在兩邊 兩個玩家在勝負遇到的時候 那個Idle就有開了 Poison內容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是塑料 對 而且我看到了 順便提一下 聊一下 算了那個Vskill新的 待會再聊 先看比賽 滾到你旁邊了 好 開出了V 旁邊掛了一瓶酒瓶 應該是米酒 你看那個瓶子的顏色應該是米酒 有沒有 有一個米酒有沒有 紅標的 其實他這時候開這個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他是一輸就果斷換 主要是他還有 這世界前幾強Poison 重點是他現在打的很不好 可能也是因為 2比0的時候 被領回那一局的時候 那個氣功 那個胖有想到 可能有在 怕說對方有對策吧 對 所以我覺得是他還有本錢換 假設今天是2比2 如果要換 真的要很大的勇氣 對啊 他還有一場Code 所以他可以 我覺得這是做一個大膽的嘗試 是OK 而且他這個大膽的嘗試 我覺得成功了 對啊 最後 就是胖個自己擊了 最後其實不會 不會那麼快死了 這個策略 其實 其實也算策略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毒藥這個下中拳 其實 前方判定轉 對 但正上方或者是 甚至是後方判定 強到不行 就爪子巴在裡面 飛到人 已經飛到後面去了 還被撈回來 但問題前面 假設胖哥剛剛出一個可能 石油王說這個跳中拳 就是故意騙他 就算假設他今天 跳攻擊不出 他也是照樣回空 是吧 對 可是毒藥可以 正轉輕腳 對 對 但是那個需要提前準備 因為畢竟那個沒有對空無敵 他盡量多強 前走 其實胖哥還是會想要 試著去插合他的下中拳 但是其實我看到了 插到一次而已 胖哥已經 算是反應很快 插很快 都只能勉強插到一次 插到還要花氣才能年段 來了 好痛 這個還沒帶 因為有暴衣補陣 所以他不帶 這一波太恐怖 就是這一波 這一波太恐怖 你看多痛 對阿 補陣子沒有補陣子很痛 他後帥是以為會暈 結果沒暈 對 沒暴衣 原來如此 哪裡反 剛剛是不是連亂掉 對 那個天虎沒出來 這邊不敢動 有老實說 因為我們是在 清晨波這一場比賽 總冠軍賽事讓 Tommy跟石頭蛋 這邊就是基本上 Poison基本作為 持續的耗血 就是一下一下 或者是用反轉拳 去磨你的血 他那個其實也磨很多 又暗定 他只要具體算得好 好像差不多了 應該有一波 這邊就基本上 這邊已經V爆開了 其實大家你也知道 就是我們比較有研究都知道 就是Poison如果已經V爆開 沒有補陣的情況下 他接一套是 接死人 真的是大概400 而且你要加上那個氣油彈的燃燒 燃燒 燃燒血量 400多啊沒有 Punk不知道為什麼做一個淺淺 就這裡 死了這邊 因為我跟你講 你們仔細看Punk 淺淺的那個timing 和他被打到的timing 其實 Idan就只是想按一下先而已 他真的沒想 他也不知道會中 這我沒記錯的話 這邊已經死了 一定死了 他的血量其實將近還有快半條 我確定Idan那個不是用反應 因為Punk是一錢錢的就被打到 他只是 他只是想 起來按一下先 對他就是想要每次按一下 然後他剛好 他剛好按的過程中 看到Punk的錢錢 所以他取消做了連段 沒有吧 那個直接附帶就可以了吧 好 然後這邊 這個 這個裡面還有中間 還有中間那個燃燒 燃燒 汽油彈的燃燒 燃燒血量 所以特別痛 那我們恭喜啦 恭喜Idan 真的 其實我覺得他拿冠軍也是 也是對快的R5是一件好事啊 我覺得 你在聊天室的時候 我就這樣說 你在聊天室的時候 就希望六支打氣頭可以全上 最後四支裡面的三支卡鈴這樣 沒有 試想裡面已經做到啦 好試想已經是要上 但最後面真的好事一定是 一定是拉拉拿冠軍的 在這個比賽 在今年的比賽來講的話 除了石油王拿冠軍以外的 第二個選舉 我覺得Punk贏也不會是什麼壞事啊 Punk贏 今天就算是Punk贏 大家也只會實至名歸 他真的假 是啊 你說這個拿冠軍 我那個時候四翔 比較怕Fina 好不好 野獸的獸性就贏了 直覺的猜拳 野獸的獸性就是拿冠軍 我比較怕 好啦 總而言之 這一次的比賽其實幾經波折 最終還是誕生出了冠軍 也在比賽結束之後 Punk贏官方也宣布了不少事情 包括我們在新聞有提到的 除了有新角色 還有這一季的一些改動之外 首先第一個要來看就是 SFL 2020也就是三打三的這個 美日團體賽呢 還會要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不是美日啊 他好像要改成世界了 要改世界是不是 他有寫啊 About the war Around the war 不是他有邊角嗎 有真的有邊角 哼哼 哼哼 I just want to thank first of Aaron for getting through his hard time 哼 廢死 你去看美國的如果贏的就是在噴垃圾的話 對阿 日本贏的就是隊友們很開心 他拍手 他拍手 這就是文化不同 美國的就是在噴垃圾的話 不過F3如果你贏的其實有一個蠻有支援價值的 會送你一個冠軍戒 像這是Marco他們沒有拿到 對 然後美國的DG的JB那裡 因為JB有給我看冠軍戒 冠軍戒旁邊要是你的名字 喔那不錯 就是你的戒指就旁邊就寫RB這樣 OK那不錯 那很不錯 那很不錯阿 我記得獎金也不少阿 所以新的賽季你有研究過了 上下敗季 新的一年的賽季 我今天剛看而已 可是他 他只有出賽程沒有出規則 還有分射版本 所以別辦法講很細 喔 他拍一個四代尾巴的冠軍 沒有吧 他四代 他五代前兵也是冠軍阿 不是阿 他是四代尾巴阿 五代第一天你就拿Code贏 他是拿Code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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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支影片你鏡頭還是傻 長得帥也沒辦法阿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三月開始 年輕的閒 兩年都是他 兩年都是他 他都是他兩年紀二阿 對阿 一次輸成果 一次輸寶寶型 看有夠慘的 好這一次 會分成上下半季 上季去發 下季去發 蛤 沒有用的阿 沒有 總共 總共 總共40個人 還有22個人 但不知道要怎麼取 總共是誰這麼激動 總共是誰這麼激動 總共是 Kris CCH 打贏他一個 看看他看 好 那 地區決賽 地區決賽俗銷 變成了 World Warrior 選出22位選手 詳細的賽制呢 我這邊簡單的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是 卡普空盃2020 將會在法國巴黎舉辦決賽的部分 那白金的賽事也已經出來 那白金賽事的名單一出來 大家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其實 這兩年在台灣所舉辦的 鬥魂跟鬥星 都沒有在白金賽事的名單裡面 那在相對之下 在昨天卡普空的官網 也公布了 Ranking的部分 那這次的 台北Major 是被規劃在 Ranking的賽事 也就是說呢 是 明年大家也不用怕說 沒有比賽可以打 不過這個 分級的部分 是回歸到了積分賽 回歸到了積分賽 那至於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安排 這個等一下可以聊一下 我們還是來解釋一下 我們剛才在影片裡面獲得的資訊 這一次的卡普空盃2020 分成兩個賽季 也就是分成上半季跟下半季 就跟中華職棒一模一樣 積分各自計算 各取積分前八來晉級八個 所以這樣挑一挑 上半季八個 下半季八個也才16個 那剩下的要怎麼來取 剩下的要怎麼來取呢 在八月進行地區性的決賽 一口氣會選出22名選手 這資訊哪來的 八月地區決賽 這個在卡普空的官網 昨天 昨天 打一場嗎 應該不只一場 不只一場 這絕對不只一場 沒有我覺得那22名 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麼選的 怎麼選的 對他其實也沒有細講 但是他說會從這一個 地區性的決賽裡面選出22名 對 那他說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全世界 就是比較 當地可能那個區塊就是 格鬥性沒有那麼興盛 或快打沒有那麼興盛的那些 國家還有機會再多派他們當地的選手出來 這個是 那個裡面的部落格是裡面這樣講的 蠻能理解的 因為他的意思應該是 不會讓那些沒有飛 就是 你不用可能要在東南亞的人 就是在東南亞打 就不用飛到 對 特地偶像是怎麼飛那麼遠吧 對 應該是這樣吧 他沒有講很大細節 完全看得懂就是 上下半年就八個這個看得懂 可是這樣也很奇怪 你如果上半年打了八個的時候 那八個是不是下半年都不用打了 可以不要打 你要去打也可以 但你已經有資格就是地補 地補 會這樣子 但通常 假設我今天是上半年 不可能下半年完全不參賽也太怪 是啊 大家睡半年 然後大學還被打爆 其實這個類似的情況 在第一季第二季都有情況 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你白晶拿到冠軍之後 你接下來要不要再繼續參賽 就看你個人去做決定 普遍大家都會參加 會參加的比較少 不會參加那麼密 就是他會覺得有資格 就會可能縮減幾個比賽這樣子 會參加比較少 那至於去年 像今年的冠軍明年就直接晉級 這個是確定的 但是明年的冠軍 就不會晉級到2021的卡杯 對 這個是已經確定 要出六道 這最後年了 這個大家都說應該是要準備出六道 早就該出了 玩好逆真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賽事 最終會總共選出40名 來進入到 在法國巴黎所舉辦的這個 卡杯2020決賽 那為什麼是40名呢 目前就 然後 你也說不出來 他根本沒講為什麼 沒有啊就猜測啦 接下來就是個人猜測 這個就比較我跟 其他一些社群玩家 討論出來的時候 就有可能是在要 學鐵拳戰編士來做一個run robin 大概是這種感覺 然後run robin可能分成八組 然後五組 八組然後每一組五個人 五個人裡面取一個 出來進決賽這樣子 那run robin就是所謂的小組循環賽 小組循環賽 當然這個是比較猜測的東西 比較猜測的東西 但是 因為其實今年的 鐵拳的 辦的比賽非常成功 他們這個 循環賽辦下來 其實效果是還不錯的 鐵拳三年都是循環賽啊 對啊 應該是說今年的這個賽制的安排 所以 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把這個賽制時間再拉長 然後讓可以更多人參賽 當然都是好事情 不過這個詳細還是要看他怎麼規劃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白金賽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圖片 圖片 呃 白金賽確定已經有14個啦 那這個有點太小 所以呢 只能跟大家講就是 我可以講啊 我可以講啊 亞洲區有四個 就是日本超白金日期未定 還有上海的PPL 澳洲也有啊 然後 還有澳洲的 墨爾本的BAM 對 澳洲是白金賽 新加坡的新major 這是亞洲區的這四個 那歐洲區的四個 是在英國 那個倫敦錯的 還是在博明漢的VS Fighting 還有在比利時 比利時今年這場的Bruce的Challenge 會是第一個白金賽 在三月份 三月份 然後還有那個Fight Club 這個是在德國的科隆 還有法國里昂的 我這件原本都是積分賽的 變白金了耶 沒有啦 VS Fighting和 Lemits Up 本來就白金了啦 VS Fighting我知道 所以歐洲四個 亞洲四個 那美國也是四個 一個CEO 傳統CEO 還有Combo Breaker 那多了一個 ECT ECT是在東岸的 ECT在東岸的 然後還有一個 Test Showdown Test Showdown 在Houston 這四個白金 那南美的話是兩個 也是今年的 跟今年一樣的兩個南美白金 就是在多明尼加的Gain Over 還有在Porto Rico 不是不是 我不能理解 為什麼澳洲是白金賽 我 沒有啊就是要 就照他的 澳洲跟中國拿白金賽 我們台灣是基本賽 來看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 中國可以理解嗎 我不能接受 中國你可以理解嗎 不知道澳洲為什麼不能理解 原因是什麼 對啊 我覺得台灣辦比較好啊 比較好 比較好是從哪方面看比較好 到底要怎麼判斷 對誰好 參賽人數跟 對啊跟整個設備的話 對誰好 你說對玩家而言的話 是不是 不是你要說 到底是對誰好啊 那你 卡普看的是什麼 反正 我可以給大家講就是 大家看得出來 其實 明年的白金賽 是大幅減少 你知道其實 有很多比賽 都不見了 包含那個 Final Round的CEO 有很多 CEO有 CEO還在 CEO和Combo Break 我剛剛有唸 那個不見的 那個不見的 沒有 反正 其實很多白金是不見的 為什麼 加拿大 加拿大被也不見 反正 這時候差不多 他就是要縮減賽制 對 要縮減 其實大家可以看出來 剛剛我已經有講了 他其實 南美地區兩個 其餘三區是各四個 對 其餘三區各四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在幾鄉權衡之下 亞洲區已經有 就是這樣子的 比賽數量的情況下 那個 太平妹就算是 有點被割捨掉了 就變成要 變成積分賽的感覺 所以 Ranking的賽事 其實他圖片也有 那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香港那邊完全沒有比賽 對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原本 香港都還有白金賽 跟積分賽 那今年可能因為 情勢比較動盪的關係 沒有 今年的都沒有啦 應該是他剛剛 就像誰忘了講了吧 就縮減比賽 應該就是成本考量而已吧 沒辦法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然後 剛剛說剩下其他的位置 就只是市場的需求而已吧 就這樣吧 好 總而言之呢 當然 台灣這邊還是會有比賽 大家都不用擔心 那至於 賽制的部分 應該還會再慢慢釋出一些 比較 細的部分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今天下午才看 亞洲Ranking就 台灣嘛 對 韓國 馬來西亞 東南亞那邊還有其他的嗎 就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沒有沒有沒有 泰國 泰國沒有了 我講完嘛 就 台灣 馬來西亞 韓國 泰國四個 所以 越南也沒有了 沒有 越南沒有了 泰國怎麼可能沒有 泰國市場很重要 我就跟你說全部 我就跟你說全部都縮減啦 對啊 關心在泰國的玩家 所以 亞洲就有說那個 韓國 台灣 泰國 還有馬來西亞 然後 歐美的那些我就沒看 那虎幹嘛 那真的假的 中國白金是那個嗎 用錢買的 跟市場我們不關 我不知道欸 那個他們有簽三年的主辦權 是這樣喔 簽約簽三年 那個PPL 對 還有什麼事喔 簽約簽三年 可是他簽約簽三年不保證說你贏都白金啊 詳細內容不知道啦 可是就 已經確定那個主辦單位是會在那邊辦那個PPL比賽三年 就是確定的 喔 說說說 那至於 內容是什麼 合約內容是什麼 我們當然不會知道啦 好 所以相關的積分賽 這個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啦 就是 那個 大家以往看得到的那些比賽 其實都還是有在辦 那 明年的白金賽總數量是14個 台灣變成ranking 這都是已經確定的部分 好 所以呢 明年的賽季一樣也都是三月開打 那EVO Japan你會去嗎 當然不去啊 飛一整年過年還不在家陪爸媽 不耗住 因為我記得EVO Japan好像除夕出一出二 反正不可能去啦 這麼巧剛好是出夕出一出二 對啊 所以連韓國那邊都可能不太會有人去 韓國有一個 韓國是過中國春節嗎 一樣的日子 一樣的日子 對啊 都是過農曆 這是日本人的陰謀啊 沒有啦 你錯了 這是韓國人說 這是他們的節日 他們的節日啊 懂個屁啊 好啦 總而言之呢 所以呢 詳細的這個CPT的這個2020的賽制呢 之後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 還是跟大家來 我覺得之後應該還是會分 因為其實他現在就是有公佈 有什麼比賽嘛 對 有什麼比賽跟簡單的賽制這樣 他現在白金和ranking的分數怎麼分佈 然後剛剛我說的那22個人到底是怎麼取 取 他都沒有講得很清楚 是啊 應該還會再說明啦 會有比較小心的規則 然後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的就是 一個是這個一樣是CPT嘛 一個就是剛剛前面你們有給大家看影片 就是SF League 對 今年他們其實算是四半 就只有美國、日本嘛 然後在Final打了一個美日決賽嘛 沒錯 他明年應該會更多就對了 就不只有美日 可是 這是我自己的猜想 應該不會是以國家 因為以國家明年已經有一個團體賽了 對 就是Olympic Intel War 就Intel的Olympic嘛 嗯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明年的SF League 應該會是Team的 喔 OK 就是很像 就很像LO那種 是Team的 就是以戰隊為戰隊 Team Liquid Side Game The Beast 喔 那我跟你講 Side Game The Beast有幾個選手 有誰 Hudo In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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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選三個怎麼辦 Infecture 對不起啊 先選Game The Beast 為什麼我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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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選Game The Beast 我是不是說Infecture 不行你 沒有 我說先選Game The Beast 因為 媒員是老闆嘛 一定要有媒員嘛 啊 Hudo和小巷的實力 是不容實力的 對 所以Infecture 雖然Infecture也很厲害 但是我們不能選他 沒錯吧 對 沒有沒有沒有 老闆會覺得自己不用打 所以是Infecture來打 老闆 老闆是教練 老闆是教練 在後面喝酒 只能這樣 然後你打不好就拿酒瓶敲你頭 對對對 三人被我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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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我上粉欸 你不敢講話好不好 沒關係 你半天就知道了 你半天就是剛見面的時候會講什麼 你半天沒有吧 他在日本吧 你說他一天就回來啊 怎麼這麼快啊 好像啦 他沒有要全程真的 你真的很敢惹一個 我不敢惹的 沒有 都是你們在惹 我沒有惹喔 我絕對支持小巨跟小巷的喔 是不是 看到跟小巷跟死亡只要在對戰 我永遠站在小巷那邊的 死亡去死 我絕對是這樣子 就算是我跟他對戰我也支持他 他在說什麼 我在跟他打 我都想要他贏怎麼樣 沒有 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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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打死他 我們這個卡配2019 雖然說其實應該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聊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就先到這邊吧 有機會我們再來好好的聊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廣告休息10分鐘 接下來呢 我個人覺得是今天最重要 也是最有趣的一part 我要來談的就是這一次的版本改動 以及Viscuit 2 休息一下回來